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单元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重病处理 10.重病处理 疾病不论轻重 只要有体力虚弱病症即为重病 重病主因使热能严重不足 处理上应以外内热源为主按推患处为辅 处理后若含有病症应按推原始痛点 在日常生活中 患者必须配合适当运动充分休息及良好心态 必要时可用姜粉、姜粉泥或姜汤灌肠 以上处理方法除按推原始痛点属医疗外 其余方法皆属保健 由此可知 重病处理是以保健为主 通过外内热源及其他保健方法 以改善热能不足、增强体力 间接疗愈患处体伤所致之症状 医疗为次通过按推原始痛点以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快速解除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 此外 不仅要尽量避免侵入性治疗及任何含量性钥匙 还要保持室内温暖舒服、安静整洁及空气流通 如此才能使重病患者转危为安 处理重病患者应以外内热源为主 其中外热源在病情需要 且患者能承受的情形下 可将温敷改为热敷 而外内热源的应用 最好可以做到直达体伤位置 如此才能快速自我修复疗愈疾病 好 这里就提出一个有两个概念 这也是第二版 这里其实都改了 因为外内热源15版 这里都没有谈到 那这里我认为很多都要提到 比如这里一开始就讲 处理重病患者 因为既然是重病就有风险了 那你在处理上 我们都知道重病一定有 体力虚弱的问题嘛 才称为重病 所以处理上当然是要以 外内热源为主啊 这个是绝对的 因为在便衣师事里面都有提到 对吧 重病处理上 还是要以外内热源为主嘛 温敷为主 就类似这个 好 那怎么来应用呢 其中外热源在病情需要 且患者能承受下 可将温敷改为热敷 这句话很重要 因为我们原始点 平常是温敷还是热敷 绝对是温敷 但温敷如果不够 就要考虑怎么样 热敷 因为之前没有这样明确的讲 很多人就不敢用 就像我们在按推 一般的力量不够的时候 就要重按 对吧 就像我们在喝姜汤的时候 有时候一斤两斤不够的时候 然后他身体又能接受吸收 这时候可不可以加到三四斤 可不可以 绝对可以 因为他这个体质是怎么样 特殊的 所以遇到特殊的患者 我们原始点也会 要懂得怎么样 变通 了解吧 所以这时候就不能死守在 比如说姜 合理量 就是一斤到一斤半 假设 那你就死守这样 明明这个患者 这个情况就更寒 然后他又能吸收 为什么不给他更容易点 对不对 给他两三斤的姜 然后煮的更容易 然后来让他喝下去 马上能吸收呢 按推是这样 和姜当是这样 外热源的温敷 是不是也应该这样 会写这一段是因为 我从世界各地 已经发现了 这个温敷 比如说电台的使用 每个患者的使用 给我感觉成功的 都不大一样 温度 最常用的温度 都在37度跟41度 42度之间 也就是37度到42度 这是最常见的温度 那也就是我说的合理量 但有人用这样 合理的热源 竟然温敷无效 然后还用到六十几度的 然后他才 患者才缓解过来 我也遇过 他们志工 提出这样的案例给我 然后尤其更胜者 有把那个温度调高到 八九十度的 但是他们那个材质 说虽然温度高 但还可以 不会烫伤那种材质 我不知道是什么材质 但是他们说温度确实调到 非常高 然后他说 很多各地方 自工医不好的 来这里 他们把这个温敷改为热敷之后 他改善了 了解我的意思吗 哇 这个时候 我确定 哇 原来 我们每个人的体质是怎么样 不一样的 在这个早晨我们就知道了 所以不能死守一个温敷 有时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你也要懂得变通 而把温度调高到 热敷的阶段 了解吗 好 那热敷除了 我刚刚讲的举这样的例 还有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现在的姜粉 姜粉搓或姜粉泥搓 它不能说是热敷 它是介于温到热之间 所以还是温敷 但比一般的温敷 力道还要强而已 但真正的热敷是什么呢 辣椒 对吧 但我们没有用辣椒为主 因为实在太辣了 谁都受不了 但如果你当你姜粉 这样搓不够的时候 也有志工反应 他们已经把姜粉怎么样 跟辣椒粉 三比一混在一起 然后搓 搓起来很过瘾 他们是这样讲 那这个就是什么 温敷的概念还是热敷的概念 热敷的概念 已经从姜的温敷 提升到怎么样 热敷的概念 所以在外热源 它是可以怎么样 变化的 那所以这里 首先就提出 这一个概念 且患者在 能承受的情绪下 可将温敷 改为热敷 然后这里外内热源 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因为在处理重病 最好能够怎么样 直达体伤位置 这样才能加速自我修复 疗异疾病 那直达体伤位置 如何直达 这个实际怎么操作 好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谈这个问题了 好 继续看下去 外热源包括太阳光 温灸 温敷带 电热毯 电热器 电热吹风机 远红外线 暖贴 姜粉 姜粉泥 姜汤等 可是窗口有无 及病情需要 慎选姜粉 姜粉泥 或姜汤 直接大面积涂抹 或喷体伤位置 通过按推 并配合其他热源 机油皮肤吸收 直接温暖身体 好 现在这里 都是我们的 就是实际操作的方法 这个是绝对是最好的应用 因为讲了那么多理论 那如何操作 好 那外热源有这么多 其中 我们 是以什么为主呢 不管是内热源也好 外热源也好 最好的热源产品 是什么 姜 我就直接跟各位讲 就是姜 姜是我们目前的 主力产品 那其他的呢 其他的热源 重不重要 重要 但应该是辅助的 好像 如果说重心拱液 那其他的热源就是重心 那姜就是液量 就是这种关系 好 那我们再看下来 所以可是病情需要 我们要优先的 开始考虑 到底这个病 我们是要用姜粉 或姜粉泥 或是姜汤 直接来接触皮肤 用于体伤位置 那体伤位置 我们有分他处体伤 患处体伤嘛 那这个前面已经讲过 我就不再讲 好 那还要通过怎么样 按推 如果他处体伤 要不要按推 可以啊 姜粉泥就涂在 他处体伤的位置 那还是可以按推啊 那如果患处体伤呢 还是可以涂在患处 对不对 然后要不要按推 可以啊 按推患处啊 为辅啊 来帮助热源吸收啊 所以都可以配合按推 不管你是他处 或患处 是吧 但是按推他处 有一个是 确定 它是什么情况 这个是他处体伤 而按推他处 是要为了节症 那按推患处 不是为了节症 是为了怎么样 帮助热源吸收 我们昨天在变因师 一直不断强调 这个概念 好 并通过按推 好 这个按推我就没有讲识 就是有可能 是按推原型痛点 也可能是按推患处 并配合其他热源 也就是 你用姜有时候是不够的 比如我们有可能要用怎么样 你姜粉泥涂完之后 要用红豆蛋 软贴 甚至用电热吹风机 这些来帮助他 让热源能持久 然后能生成的透进去 所以还是要配合其他热源 所以我们还是有主次的 藉由皮肤吸收 这样就可以直接温暖身体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面内热源 内热源 包括姜片 姜粉 姜粉泥 姜汤 生片 生粉 生汤 辣椒 胡椒 花椒 咖喱等 它们不仅可应用在饮食 帮助人体 将食物吸收 转化为热能 其中姜粉 姜粉泥 或姜汤 机油灌肠 涂抹 或喷鼻腔 口腔 以及姜汤 机油 清洗眼睛 阴道 尿道 膀胱 可使热源 直达体伤位置 直接温暖器官 好 就读到这里 内热源 这一类的 包括姜粉 什么姜粉泥 这里姜汤 都可以 现在的姜粉泥 因为制造过 它要微波 我们现在的姜粉 是这样制作 你们以后 可以上网看 那现在 我基金会的做法 常常来用姜粉泥涂 然后姜粉泥做出来 它挖起来就涂 另外一碗 挖起来就弹着口中 给患者吃 内服外用 我们都是这样用 有时候重病患者 来根本没有胃口 甚至有附水的 附水的 我就不叫他喝姜汤了 因为会增加他的负担 我大部分会叫他喝 含怎么样 姜粉泥 那含在口中 慢慢融化进去 减少水分 然后因为姜粉泥 又微波过 微波到很烂 很细 很容易消化 又比姜粉 容易吸收 了解吧 所以比一般含姜粉 效果还要好 对重病患者 我认为更温和啦 不是好 好以快要由患者来决定 但这样是比较容易吸收 就好像我们帮姜粉 本来是生的 我们帮它煮过一遍 就像菜 你生食跟煮过 哪一个比较好吸收 煮过绝对比较好吸收 以原始点来看 因为你生的你要消耗很多热能 去把它吸收 转化为热能 那你煮熟了 它热性比较高 你就不用消耗那么多热能 同样的道理 你让它要补充的时候 那这时候姜粉 把它微波之后 变成姜粉泥 那这样 含在口中 好不好吸收 绝对比姜粉好吸收 因为像附水泥 叫它喝 它肯定是增加嘛 也不适合 那这时候是姜粉泥 所以你看 我们就是姜粉泥 就可以微波一个 然后两碗 然后都 现在患者都 都手洗干净就挖了 这样也很直接 那挖一小口就一直吃 含在口中吃完 它就会再去挖一口 慢慢吃 那这样让热源 慢慢缓慢进去 蛮不错的补充 好 那这些都可以 转在日常生活 就可以这样来应用 然后吃法也是这样 这个我就不说 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那其中 其中这个姜粉 姜粉泥姜汤 藉由灌肠 这个是在第五十五版二刷 也就是现在最新的资料 因为在十五版比较强调 姜汤跟姜粉泥的灌肠 而忽略了姜粉的灌肠 但里面的灌肠 我们的概念 昨天也稍微提到 我们灌肠的概念 不是为了要怎么样 通树变清肠道 不是这个概念 我们把姜送进肠子里面 主要为了是什么 温暖器官 然后达到改善热能不足 以修复体伤解决病症 是这样的概念 跟我们一般传统的想法 那灌了 从肠子灌肠 就好像要 很多人说要排毒 有没有 我对那个毒是很有 我是不大能接受 什么毒不毒的 身体里面还有那么多毒 那每天都排出那么多毒 那你早就挂了 你什么可能 那个是不要的东西 可以这样说 但不要把不要的东西丑化了 好 所以 这三者当然后面会讲到 借由灌肠 这是原始点一个最大的突破 我认为 也弥补了原始点 之前的很多盲点 比如这样说嘛 我们一般温敷 都是敷在表皮 对吧 然后只有当时候突破的是 眼睛 器官 直接洗眼睛 那是在2013年 但一直没有把这个热源 从肛门进去 我们只知道从嘴巴进去 然后下面就不给他 喂姜汤姜 姜粉泥了 但是如果万一出现一个 什么状况 患者已经吃不下了 肚子也不舒服了 这时候你连喝 从嘴巴都进不去 那这时候应该怎么样 从下面 上面进不了 那就从下面嘛 而且他的病如果是偏向下面 你要从这里 然后再送到下面 那个拉得更长 那肯定不是我们要 因为原始点有一个 他的处理一定是距离换处 最近的最有效 那这样的概念突破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势必 如果没有很多到腹部有问题的 你从外热源进去 它也好不了 因为这里层层阻隔啊 尤其很多到最后附水的 那个隔着那个 你要到里面温敷啊 从外面进到里面 达到温敷 让整个器官正常运作 那个难度更高了啦 简单的讲 那这样就增加我们怎么样 失败力 所以这里的灌肠概念一突破 我们最主要的设计就是 准备把热源怎么样 送到体内 直接温暖器官 就好像我们眼睛有问题 我们温敷这里 有没有效 有效 但是效果怎么样 不明显 你直接洗眼 那个效果简直天朗地别啊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同样的 这个道理就很清楚了 直接进去 是一个很重大的突破 所以我认为原始点的进展 从前几年 虽然都在修改手册 但对于热源的改良 还有理论的完善 却进展不大 但在2018年 也就是15版那一版 就确定了 有这些把姜 也就是姜的 姜粉 姜粉泥 姜汤 如何送到体内 直达体伤位置 也就是在 2015版 就直接要点出 直达体伤位置 那外热源我们比较容易理解 直接涂在体伤的位置 但你器官呢 眼睛都可以洗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 这些下面的 也可以这样进来 所以在2018年 这是对原始点的灶门 补足了 原始点原来 从上面你喝姜汤还可以进去 但下面的疾病 你又吃不进去的时候 势必要从怎么样 下面进去 你少了这个动作 有时候有外表 是进不了 外热源跟内热源 还是有别的 所以只要进去体内的 我都统称为怎么样 内热源 所以内热源可以直接怎么样 温暖器官 所以你看到这一个灌场 这个是已经原始点 怎么样 算是一个重大的怎么样 突破 绝对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所以这个以后会救很多人 你看 昨天我们放了一个 老人肠肯主有没有 他最后怎么救的 就是将当灌场啊 没有其他 而且西医判定一定死的啊 那如果我们用平常 你看他也不能按 他轻轻摸也就很痛 然后温敷外表又进不去 他还是拉不出来啊 那这时候怎么办 唯一一个解救的方法 只有什么 把热源送进去 然后让他组织器官 恢复正常运作 就可以拉出来 这样才能救 昨天我也提 如果你高烧腹瘦 如果你高烧腹瘦 你只有一招 怎么 哪一招 姜粉灌场 不是姜汤的 这时候要指 就是姜粉 姜粉可以停留在里面很久 姜汤它停留时间短 所以它对于有素变的效果 就比较好 但对于温暖器官 反而是姜粉好 所以我们一路这样发展 从15板 谈姜 姜粉泥姜汤灌场 到这第二刷的姜粉 就更完善 就已经确定 姜粉停留的时间 尤其体内 姜粉停留的时间最长 效果最尤其明显 好 那 现在已经知道 怎么把这些内热源 送进体内 还包括姜汤怎么样 不只可以清洗眼睛 还可以怎么样 清洗阴道 尿道 膀胱 这些种种的作为 只有一个目的 什么目的 都是为了把热源怎么样 送到体伤的位置 来达到我们直接 温暖器官解除症状 这个妙不妙 非常好 那有人就在问 那这个是不是侵入性 能不能用 你嘴巴进去的就 就不是侵入性 从肛门进去 就是侵入性 那你嘴巴进去 要不要用汤匙 一定要用工具 你只要内热源 一定都要用工具 你即便喝汤也要用 有时候或是喝果汁 也要用吸管 都要有一个工具 那这个工具 我们又不是说肛门没有洞 我们把它挖一个洞 那这个挖洞的动作 就是侵入性 既然它原本就有洞 我只是顺这个洞 让它进去 在我看法 一定要有新的概念 不要人家说 那个是侵入性 就侵入性 你看 中医 针刺穴位 为什么是侵入性 因为皮没有洞 它硬是把它戳进去 所以让人家很痛 对吧 这里皮是完整的 吸手术刀 就拿来把肚子挖来挖去 那是不是侵入性 那才叫侵入性 本来眼睛也有洞 我们直接用那个罩杯 直接把它送进去 只要送到体内 都要用工具 所以洗眼睛 也是要用罩杯 那这样送进去 算不算侵入性 你们自己评估 所以再从肛门 肛门本来也有一个口 不是我们挖的 如果我们挖 我承认那就是侵入性 既然没有 我们就把它送进去 哪来的侵入性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很多侵入性 由水讲不算数 这是一个尝试 那如果你喷鼻 鼻子也是算体内的 像细观啊 那这样喷 也是侵入性啊 如果要严格讲 那通通是啊 但问题鼻子也不是 那两个孔 也不是我挖的啊 那原本就有 我只是把它喷进去 顺着那个孔啊 只要体内的 你一定要用一些器材嘛 你才能送进去嘛 有些人就在这样 迟疑不觉 哎呀 那我们侵入性怎么办 你想太多了吧 但是我认为 现在的法令 很多的规定 如果是不符合人性的 如果说这个也是侵入性 那你们就不用保养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如果是这样规定 这个就叫侵入性 一般人不能做 那就叫家属做嘛 如果真的要救 也还是要用 这个绝对不能 有好的方法 绝对不能怎么样 想太多而不用啊 想尽各种办法都要救人嘛 好 所以我们进一步发展 我说 因为我看到那个 昨天放的那个 子宫肌瘤附水 我尿不出来 我发现 叫患者去倒尿 那我为什么 我们不来 自己来啊 对不对 然后 这些有些像 这些我们是可以处理的 那原始点 不要死骨不化 就是我们不用 任何的医疗器材 有现成的我们就用啊 就像我们吃饭 有筷子我们就用啊 这里没有筷子 这里用叉子 我也是可以用啊 管它西方东方的 反正能送入口的器材 我通通用 对吧 如果都都没有 我也要用手 把它挖出来吃啊 手也是我的工具 反正一定要有工具 那大家就不要再机会这个了 好 那原始点我认为 以后一定要善用怎么样 善用医疗器材 因为从一开始 我就不排斥 不排斥 你看我在外热眼 眼红外线我用不用 我用啊 电热毯我用不用 我用啊 那这些都是 现成的医疗器材 所以原始点是怎么样 在生活中就地起材 然后你拿的都是 容易方便取得的东西 然后来用这些 简单的一些概念 就可以把人的健康找回来 这样对大家有什么不好 所以这样的思维 才真正可以救人啊 我讲到这里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 听懂啊 所以这里谈的 都是一个实际操作 而且我这里谈重病 就是准备把重病 这一个三头怎么样 功课 这个 这个 这个一定要做 好 那我们继续看下面 尤其姜粉因为干燥 且可附着在体内 所以用于灌肠 或喷阴道 鼻腔 较姜粉泥或姜汤 更能温暖器官 修复体伤 间接疗愈腹部 下体 鼻胭脂疾病 好 这一段也是新增的 这一段在二刷 我认为尤其重要 因为你既然 要把姜粉当作 内热源的话 只要体内都是湿的 你姜汤不大适合 姜粉你也是湿的 唯一干燥的是什么 姜粉 那因为它干燥 比较容易附着体内 我就举灌肠好了 你姜汤灌进去 停不了几秒钟 久一点 大不了两三分钟 你就怎么样 想上厕所把它拉出来 那姜汤全部拉出来 可惜啊 而姜粉泥会停留 较久一点 但也是 还是会有变异 但姜粉 可以一整夜 都不用起床 喷进去 它就在里面 然后一直帮你 温暖个几个 小尸 那这个庙啊 它不会拉出来 所以这个就变成 哇 这个从内 当作内热源 是一个很好 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 从十五版 我们就一直强调 把热源送到体伤位置 那体内的鼻子 鼻子过敏 所以有人就开始 用龙姜汤 然后喷笔 有没有 哇 那时候已经很够有效了 但到十五版要出来的时候 又发现 姜粉泥停留在鼻子的时间更长 所以就可以涂谋 哇 那又救了一大堆人 但当姜粉出现的时候 这两个就退位了 因为姜粉更萌 它干燥 直接进去 哇 那 那真的是 那不能说快感 应该是刺激感十足 我自己就试过 我前一段时间感冒 一直开始流鼻水 然后喉咙 咽喉痛 以前啊 我都温敷这里 温敷什么 都没效 这是我已经知道答案 一定要把热源怎么样 送到体相位置 既然你敢从我鼻孔流出来 我就把姜粉塞进去 那我怎么用呢 很简单 就是 叫人家我挖一个 因为那时候没有喷的 我就把姜粉摇一小时 放在鼻孔两边 然后叫它吹气 不过我一吹进来很猛的 那我闭气 然后它吹进来 就这里就 那时候就觉得整个好像打通 任督二脉 整个头就脏起来了 很猛啊 那不敢用鼻子呼吸啊 那时候闭气 然后就嘴巴张开 差不多五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它慢慢就附着在旁边 就有孔洞就可以吸了 我发现它进去之后 不只对鼻子流鼻水有效 竟然对我的咽喉痛 效果非常好 所以我才知道 原来咽喉痛不一定要 从嘴巴喷进去 从鼻子更猛啊 原来它是相通的 那几次之后 我很快鼻水就停了 那这一次感冒 我一个礼拜内就把它收拾干净 以前啊 我记得有一次感冒 像流鼻水淹柔痛 有时候然后又要忙一些 忙东忙西 常常都拖着呢 一个月 有一次病 病为了这个病 把我搞了一个月 那这一次有了姜粉之后 我发现太快了 三天就稳定了 一个礼拜就收拾残局了 就结束了 所以从姜汤 到姜粉泥的应用 甚至到姜粉的应用 哇 现在是怎么样 越来越清晰了 整个概念 那这个都是把 让这些热源直达 底伤位置之后 慢慢释出来 所以这些能够解决 它这些喷的像阴部 痒 你姜汤清洗力道不够 我认为因为它姜汤还是湿的 所以这时候应该怎么样 以姜粉 喷姜粉 那这样效果就会啊 好 那当然力道比较浓 是不是适合每一个患者 不一定 因为我们还是要与患者 能接受吸收 这个是不变的定力 也是最高的原则 所以我们继续来看下面这一句话 然而需注意的是 外内热源的使用 皆应以患者能接受吸收 感觉温暖舒服为最高原则 而非外热源越久越热 内热源越多越浓就越好 一 外热源 重病温敷多以大面积 时间可达24小时 但都要以患者感觉温暖舒服为意 比如天气闷热 可用空调降低室温 再以外热源温敷 又如被红豆袋太重 应改于姜粉或姜粉泥温敷 若要使涂抹于体伤位置的姜粉 姜粉泥温敷作用较久 可与其涂抹处 用红豆袋 暖贴 电热吹风机 远红外线等温敷 或用保鲜膜包裹 好 这里稍微讲一下 当我们外热源把姜粉 或姜粉泥涂在身上的时候 它温敷效果很快就会过去 所以为了让它持久一点 上面可以不可以用红豆袋 或软贴 甚至远红外线 或电热吹风机吹 可不可以 可以 OK 可以让它的热持久一点 然后可不可以用保鲜膜包起来 涂完之后 把它包起来 可不可以 可以 但要注意保鲜膜就是 如果有伤口的 注意 有伤口的不适合 因为有伤口的 它要修复 那你又不透气的话 伤口容易怎么样 腐烂掉 这一点特别注意 那如果没有伤口 你就可以大胆的使用怎么样 保鲜膜 我这样讲解 这都是在实际操作的 比如说 乳癌好了 它已经烂掉 那这时候可不可以 撒姜粉之后 涂姜粉之后 然后再用保鲜膜 包扎 可不可以 因为它会流汤流水 可不可以 不可以 但如果一般皮肤病 它没有伤口 你涂完姜粉泥 或姜粉的时候 可不可以用保鲜膜 包扎 可以 这里面的区别 就在这里 所以特别提出来 那保鲜膜 它有一定的功用 你们 昨天也看了一些案例 牛皮血 红斑性狼疮 旧金山 它们都是用怎么样 保鲜膜包裹 然后甚至素 它最近做的那个案例 我非常赞叹 就是已经到户水了 那它也是用什么 保鲜膜包扎 涂完之后 用保鲜膜包扎 因为它没有伤口 所以 它患者也感觉 这样保鲜膜包扎之后 热不易发散出来 它反而是往内窜 所以修复的效果最好 但是我说的 所有一切 还是要与患者怎么样 能接受 如果他不能接受 觉得太猛 那你包 他也不让你包 所以这个 如果他能承受 你看 有些人这样包裹 十几个小时 还是受得了 我们都是 已经这样 观察出来了 像旧金山 他们包 有时候包12个小时 患者还是觉得 OK的 没有问题 所以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这个可以观察 但保鲜膜 不失为一个 很好的保卵 保卵的效果 的一个方式 防止热炎 那这样你的姜 的泥土 它就可以继续持续热很久 有保温的作用 好 那我们继续看下面 若病情需要 且在患者能承受的情形下 可欠温敷改为热敷 比如电热器或电毯 调制高温 又如姜粉或姜粉泥 加入辣椒粉或辣椒水 如此处理 才能使外热源 充分发挥作用 从而达到 疗愈疾病的目的 好 病情需要 简单的讲就是 你用一般的温敷 好像效果不好 类似这样 那它就要当然 就要调整了 那就是病情的需要 类似这样 好 那这时候 你第一个要考虑的 我要把温敷调为 热敷的时候 患者能否承受 这是第一个要考虑的 所以我们先提出来 患者能否承受 所以你不要一下子就加太猛 因为 譬如你可以电毯加到 60度以上 但是那个很热啊 不是每个人都受得了 所以你应该是缓慢的怎么样 增加 50受得了 60受得了 然后再慢慢增加 类似这样 好 那同样的 你姜粉或姜粉 你要加辣椒粉或辣椒水 也不要一下子加太猛 应该怎么样 重病患者 我们还是要怎么样 缓慢增加 了解吧 先比如说比例 可能5比1 5比1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辣椒粉5 然后姜粉1 你如果这样误会我 我会被你们害死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5比1是姜粉5 辣椒粉1 是这样 那如果5比1 患者还能接受 你就可以慢慢加 甚至加到3比1 了解吧 4比1 3比1这样 一般他们在试用说 3比1 患者还能接受 因为辣椒粉会给人家感觉是什么 它那个热很猛烈 然后好像在燃烧 刺激 那姜粉是缓慢的在热 那个两种感觉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用的太重 它燃烧的感觉 有时候 它还会怎么样 消耗热能 了解我的意思吗 它有姜 因为它猛 好像在燃烧 有怎么样 发散的作用 给人家感觉 有这种发散的作用 像我们在吃辣椒 我就会吃到怎么样 痛哭流涕啊 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这种感觉 满脸都是汗啊 然后整个头都快 头皮都快发麻了 我吃辣椒会有这种感觉 那同样的你皮也是这样 那姜粉就没有 我吃再多姜 也不会有香辣椒 所以辣椒是猛的 但它确实有帮助 你如果要把温敷改为热敷 那就可以加 但是还是要以患者能承受 好 这里是稍微提 那这样复理 当然就能够适应每个体质 来达到我们要解决疾病的目的 好 继续看下一个 在临床上 姜粉或姜粉泥 常外用以无窗口的原始痛点 硬结 肿块 皮肤病等 可是病情需要将姜粉或姜粉加辣椒粉 均匀涂抹于毛巾上 然后覆盖在体伤位置 再用红豆袋 暖贴 远红外线等温敷 好 大家看我这里提的 第一个大家注意是姜粉姜粉泥 那这里还提出一个怎么样 无窗口 那无窗口就很多 我们就可以应用了 比较不会有考虑比较多 好 那这些无窗口的 我举例比如原始痛点 就是像大处体伤 这个我实际上也有应用过 就是一个癌梦患者 它被推 按推完 然后再加红豆袋 温敷 它觉得不能解症 那那时候我就用姜粉泥 来回搓 然后涂 然后一边涂一边再帮它按推 它就立刻缓解 这给我印象很深刻 所以它是可以这样配合的 那如果无窗口 再应用到原始痛点 这个非常好 那还有一些硬结 像我这种硬结肿块 来涂 然后按推换处 效果也非常好 硬结肿块 这个 然后皮肤病 这个我们更常用 那这里强调的是一个无窗口 那可是病情需要 将这些姜粉 或姜粉加辣椒粉 那就是看患者的人否承受程度 你来调 你可以单纯用姜粉就好 有时候像我这个姜 姜粉泥涂 我认为就够了 我也不需要用姜粉 类似这样 那有些姜粉不够 你就从姜粉再加一点怎么样 辣椒粉 那这里怎么样 均匀涂抹在毛巾上 然后覆盖在体伤位置 再用红豆袋温敷 哇 这时候猛不猛 非常猛 那热又人持久 好处就是热人持久 那如果你外出 这个非常好用啊 因为外出你不可能把 微波炉还有红豆袋 携带外出啊 然后随时替换 不可能的 那这时候你就去用毛巾 然后把姜粉 然后甚至加一点 如果你体力还不错 能接受 你平常就试一试 然后斟酌姜粉加也可以 或是纯姜粉也可以 那披在身体上就可以 那患者来 你也可以这样用 这个是最方便最神力 平常就把这个 涂晶匀之后 那直接患者来 就贴上去 然后上面再用红豆袋温敷 那这个热就持续 可以听说可以 甚至一个小时以上 都有可能 了解吗 它可以持很久 所以这个是一个 实际上在第一线的时候 实际操作可以应用的一个 很好的方法 那大家可以试试看 好 那我们再看下面 一可于体伤位置 先用电热吹风机温敷 再大面器涂抹姜粉或姜粉泥 并配合按推直至姜粉泥干掉为止 如此来回两到三次 最后再用保鲜膜保暖 或用红豆袋暖贴 远红外线等温敷 这个基金会比较采用的是下面这个 但是早期我是先涂姜粉泥 再用电热吹风机 现在改变一个方式 因为有时候姜粉泥拿到的时候 已经凉了 那接触皮肤患者就受不了 那这时候你可以颠倒的用 就是先用怎么样 电热吹风机 把这个你要涂抹的地方 体伤的位置 先把它温敷干 但吹不是像这样吹 而是每一个点 这样稍微放在点 时间稍微几秒钟 让他皮肤感觉热热的 甚至如果谨慎一点 还要用手指头 放在他的皮肤 然后吹的时候 看你指头的感受 有没有超过热了 了解吗 自己也可以感 要不然你一直吹 把它烫伤了 自己都不知道 那停留的时间 只要他皮肤稍微热了 就可以了 吹热了 那把每个体伤位置都吹热 那这时候再涂 姜粉或姜粉泥 涂完之后 开始按推 了解吧 那按推 如果是姜粉 就是搓啦 按推 那如果是姜粉泥 一定要把姜粉泥怎么样 按推到干掉为止 不能有湿湿的喔 一定要每一次都要干掉 如此来回两三次 也就是好 干掉之后 你再用电热吹风机吹一遍 然后再涂姜粉或姜粉泥 然后再按推 再来第三遍也是这样 那二到三遍就可以了 那这样重病患者呢 会非常舒服 尤其有一些 像附水的 附水的 它一般附水 你大力按推 它也受不了 但是你搓一遍 它热也进不去 那这样来回两三次之后 它热就可以进去 然后最后再用什么 红豆袋覆盖 那整个热就充分发挥了 这两个都是 目前临床上 你们可以 实际用在患者身上 而能够想达到 我们要的 把重病患者怎么样 立刻让它缓解症状 这两个都指责 大家一起来用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 姜粉最适合 用于有窗口的部位 处理上 需以干爽透气 直达体伤位置为主 所以期间不仅要少清洗 且清洗后 要立刻用电热吹风机吹干 还要避免擦拭 即使用纱布保鲜膜等包扎 至于姜汤则不论有无窗口皆适用 好 你看姜粉唯一 唯一的用在有窗口的部位 也就是只要有三口 你只能用什么 姜粉 撒姜粉 没有其他 不要涂姜粉泥 也不用涂姜汤 就直接姜粉撒进去 那处理上 因为它这里有窗口 所以处理上 你要记得这个原则 这是对有窗口写的 要干爽透气 当然直达体伤位置 是任何的有无窗口都要做到的 那这里多加了这一句话 就是有窗口要保持怎么样 干爽透气 这个原则 所以有窗口尽量就不要包扎 好 我们继续看下去 这里 所以期间 不仅要少清洗 也就是有窗口 它不能湿 湿会烂 会加重它 所以伤口随时都要保持怎么样 干燥 透气也是为了保持干燥的意思 好 所以尽量少清洗 很多人清洗是怎样 有伤口了 他看到里面还有绒 就用棉花签 然后去把那些绒 一直戳一直戳 有没有 然后清洗也是 一直不断地洗来洗去 好像要还要 甚至还有想消毒的那个概念 事实上都不适宜的 清洗怎么清洗 简单讲你可以用姜汤 然后冲一冲 冲而不是要 还要加什么来清洗 冲完了 再用什么 电热吹风机 立刻吹干就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解吗 尽量不要再去用什么棉花签 去挖那个旁边的 感觉你感觉脏脏的 那个你眼睛脏 不是它真的里面脏 不要想太多了 所以也没有 原始点有没有消毒的概念 有没有 你不要再跟我讲消毒的概念 有窗口 基于原始点 你看我们再大的窗口 我们直接把浆粉 撒进去了 我们从来没有用 双氧水 酒精在擦 有没有 从来没有 所以我们没有这个概念 只有西发明 而且消毒这个词 我们是跟原始点 是完全不符合概念的 因为它认为有毒 然后要消 就是消灭它 我们从来没有想要消灭谁 我们都是好朋友 好聚在一起 我从来没有想要 把你们消灭掉 虽然你们感冒了 我也不会想把你们消灭掉 那西医 你看情流感 他们就是怎么样 消灭掉 就是消毒的扩大的解释 来应用 所以原始点 有没有消毒的概念 完全没有 你也不用说 洗手要喷酒精 你水冲一冲就够了啦 不会有什么 他们说的感染 感染唯一的一点 你只要稍微洗干净 水冲一冲 事实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而不是要用什么酒精 不需要 而且酒精我认为 双氧水或是他们吸 太寒了 反而它不容易溢合 这个要跟特别 也提醒各位 所以清洗完 不用特别方式 你用姜汤清洗一下 不用特别去擦拭清洗 好 那立刻用垂干 还要避免怎么样 擦拭 我说的用棉花签 用什么 来把你看不惯的东西 挑出来 都不要 然后 也避免使用什么 纱布跟保鲜膜 你看保鲜膜 我们皮肤病都在用啊 涂浆粉泥也在用啊 腹水也在用啊 但这里就特别提出来 能不能 不行了 这一刻通通不适宜了 好 那至于姜汤 有无疮 这个姜汤很容易干 这个就没有什么特别要交代 好 这里我们放一个案例 乳癌 那个 乳癌烂掉的 乳癌处理注意事项 我跟你说你这个 不可以这样整个衣服穿着 然后整个都包起来 不透气 你看你还包着纱布 你看这个纱布包得这么厚 我帮你现在把纱布拿掉 你看这一层一层 你看都黏住 我帮你把纱布拿掉 你看你 被这个纱布包起来 结果整个都不透气 然后你看都湿湿的 那你穿着这个胸罩 又裹着纱布 又穿着衣服 所以它不会透气 它不会透气 它就不会收口 然后我看到你现在也在滴血 对不对 所以我们如果用姜粉 撒在上面 这样撒上去 它好像就会止血 注意 这是薄薄的撒一层 有些人厚厚的涂一层 反而不透气也会出问题 最重要的是 像现在 你这边都很硬 对不对 很硬 那我会用姜粉 泥 姜粉 或者泥 但是水不要太多 要淡一点 然后我就会在你这个 根部这个地方 帮你按推 我现在帮你用姜粉 按推 那你看我现在就帮你这样按了 我把它涂在这上面 然后我用手就这样轻轻推 我这样按推 好 好 那你在这么硬 我现在这样帮你推 它慢慢它就会柔软 这样就会不会痛 这样就会不会痛 目前不会 不会 好 这样子就会有热热热热热热的感觉 好 然后你这边也是 腰下这个地方 好 这里也要推 好 你这边好硬 对 我这个 右腰下都最硬 听个欧 嗯 好 现在这样子推完了 有没有觉得比较怎么样 什么感觉 呃 暖呼呼的 暖呼呼的 嗯 那你看看也都变得很软耶 哦 变得很软 然后这样子我们就再继续温敷 温敷好 对 还要再温敷的话 那我们等一下就用那个门外线 再帮你照射 照射完再起来 好 好 这些使用原则 大概就是如我刚刚讲的 那周围绝对可以用 因为周围它没有伤口 就可以涂姜粉泥 那它硬硬的你一直戳 我们戳的意思是为了什么 啊 帮助吸收热源进去 而不是要把伤口推一推推好啊 不要有这样的幻想 伤口之所以能修复 一定是靠热源 所以你按推这个动作 也是要为了帮助怎么样 吸收热源 然后容易吸收来达到 异合的目的 好 那我们时间也到了 我们先休息好不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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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